过去的历史可说是强者征服的清烈时 将来的历史也许是落着反抗的斗争路 一国的文协是有真教义如何决定 教义又是由其政治的状态决定的 都是你在讲的啦 你怎么说就随你啦 自由言论啦 无心龙 王思娘 小小的一只小鸟临时尚且还要叫一声 何况像文学的人们 何况至像文学的人们 这还要小字 回到了祖国 我才想起 我忘了 带了 带了回来 埋涉在狼羊的那唯一的国底史 什么意思 言论自由 你要怎么写都好 我也没有觉得这一拼有什么好看 人家就把人摆在地摊上 台湾文学 台湾文学 要跟台湾的社会情 视而进展 跟历史的眼镜而眼镜 还有些道理 作家必须 必须把金 金尖精神贯注在 文学创作的活动中 奇异的事少广为妙 听你来说 唯有 产生的好作品 才能使台湾文学 其生于世界文坛 嗯 你们 我自己已经被 被人家看得模模糊糊了 嗯 摸下啦 这里还有一篇 怎么那么多篇 在被监污的岛仪 历史之间 年轻人只有 百般无奈的 麻木不冷的 无精打采的 广乎 打着哈欠吗 不会 殖民地的少年们 从右秒就 背头去 希望前途 突摸了一层灰色 不会啦不会啦 太消极了 写这些都已经很消极 很消极的文章 没有鼓励性啦 那你也在摆 其实你们这些文章 都是历史的文章啦 跟时代不符合 文学之路 也是要赞叹啦 你们的写的 还能够让人家飙在地上 像我写的人家 又不想看 愿我们的歌 是豐收的大合唱 唱出我们的民主 真正的心声 唱出我们民主 光明的前途 赞 这个是赞 嘿 我按个赞 他连荡宴多情乐 来做台湾革命家 革命不要再革命了啦 就是大家和谐相处啦 一直要革命 革命到哪时候 大家就是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都是一家人 不要再有革命了 скаж出一下 这个社会 practical 态好 대박 再来